前面47章这里我们再把它做一个归纳 刚好我们这一次残修的时候 刚好又想到一个比喻可以让大家参考 这个是事实 因为这跟下面48章有连带关系 我们还是顺便把48章讲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来讲 48章是 为雪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这47 48这些都很深 我们现在用 现在是补充前面47章一个故事 好 我们现在来找 现在这是地球 这是地球 我们现在来找说 西方在哪里 现在我们没有说批判或指涉哪一个宗派好不好 不是讲这些 我们现在就说要如此来探讨 来了解 西方在哪里 如果你界定一个地方 事实上这人类 东西南北这些是人类为了说明方便起见 才把它做一个假明说 把它界定这样而已 这样知道吗 在法界在大自然中 是没有方位限制的 是无方位 全方位的 这样知道吗 好 那我们以现代的实际情况来讲好了 你说西方在哪里 在地球上吗 还是在外星 外太空 现在假设如果是在地球上的话 那那个净土一样在世间 在这个地球上 如果说在外太空的话 不是在地球上 在外太空的话 那请问这个西方你指的是哪个星球 你指的是哪个方向 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有天文常识的话 你会发现你能不能找到外面的西方 外面的一个固定的西方 能不能找到 找不到的 因为地球它是每一天都在怎么样 自转 好 我们现在假设 假设这是我们说 在中顶的大楼 中顶的大楼 楼顶所对上去的地方 我们叫做西方 好不好 所以你跑到大楼上面天天在那里看 西方就在那里 你要知道 这个西方 你以为在上面这一点 结果它却是一直的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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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地球是一直的在转 在转 你说西方在哪里 地球它是这样在转 所以结果你这个小时 西方你以为在这边 结果下一个小时 西方在这边 结果在这边 你看那个时钟 十二个时辰 它刚好是一圈 地球一天 它就是绕这样一圈 好 昨天你的西方在那边 早上你的西方在那边 今天晚上你的西方就在这边 这样子 你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在这里 在十八点到这边 晚上的二十四点凌晨在这边 清晨的六点在这边 它是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那你说西方在哪里 只要你有天文尝试的话 你会知道 你外面 地球外面 你要找一个固定的西方 你是找不到的 这个绝对不是在批判 而是说 这是实相就是这样 你不了解这些天文 你才会说有一个 哪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再说 另外一个 除了地球自转以外 再来 我们地球跟太阳 整个太阳系 它又是不断地在 地球又会绕太阳公转 而且整个太阳系 它又带着这些家庭 这些小孩 它又是在银河系里面 又是在转 而银河系又是在转 对 所以你根本 你外面 所以说你要心外找西方 你找不到的 你要心外找净土 在哪里 这个也是要让大家了解到说 原来净土的思想 所以有人认为说 我在批判净土 事实上你是不了解 才认为说要在批判净土 事实上我是真的在弘扬净土的核心 净土的核心就是 心净活土净 你真正要找到西方净土 你就是回来净化身心 这才是真正的净土核心 净土思想 所以不要 你外面去找西方你是找不到的 再来 好 我听过一个比喻 有人就讲就是说 他是修道家的人 修道的人 他是修道人 他就讲说 那我们修道的人 道家的人 跟佛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然后他们就找出一个 他们的论注 他们主书的一个论注出来 就是说那个佛教 佛教 对不起 佛教 佛教的那些修行者 他们是要往生西方 他们是往生西方 他们是要朝向西方的 那我们道家的 我们是要往生东方的 你听过吗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吗 有人说要是我在东方 好 那你就向东方这样 因为我看过那一者 他们就是找出来 就是说 道家跟佛家不一样的地方 佛家是向西方 道家是向东方的 这是有所不同 好吧 可以啦 你这样要说也可以 好 那我们就继续去找 好 你就一直继续向西方去找 这边 你这边也是一直向东方去找 向东方去找 这样子好吧 不错啊 我们彼此的方向不一样啊 但是你也是都在那里找 方向西方不一样而已 知道吗 所以你也是都在那里找 在那里找 在那里找 你说这样 有所不同 人家是 他们是向西啊 我们要向东 所以如果你心静不下来的话 那你的东在那里 原来你的东边 你跑到这边来嘛 他的西边 还是跑到这边 你走来我们家 我们走来我们家 你跑到我家来找净土 我跑到你家去找净土 所以说 你没有真的静下来 回来 只观双眼的话 你是找不到 不管你称他东方也好 西方也好 你是找不到的 唯有你心静下来 如此限观 你才会发现 当下即是 这是前面那一章所讲的重点 OK 我们再看48章这里 抱歉 我想着你来一章 唯学日益 唯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这个又很深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这个含义都很深 唯学日益 唯道日损 你知道吗 你前一次可能就在其他星球 人家博说那边那 那就是净土 那就是那个 好好跑到地球来 跑到地球来人家也说 所以在阿安经里面就有提到 那个赤马天子 他向心外要一直去找 处理苦海的净土 结果找不到 佛陀就跟他讲 你向外面去找 就找不到的 我佛陀我不必向心外去找 我在这个无运身心里面就可以找到 那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回到这身心上面来 回到身心 你又不是说变成就在无运里面 在哪里绕 在哪里找 而是回到内观 回到万物静观皆自得 你身心真的能够静下来 你就可以发现 刚才要讲这个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这是世间法 跟初世间法不同的地方 不管你是修道或是修佛教方面的 都一样 这方面很重要 要弄清楚 没有弄清楚的话 你在世间法里面照 你都不知道 那世间法呢 它是从自我出发 所以世间法的一切作为 它是要肯定自我 这个自我它是要得到成就 得到满足 要有成就感 要受肯定 所以这个世间法的修行是 你越修越有成就感 越修你觉得越来越厉害 越有所得越有所成 包括你看经论 看经典你也是一样 越来越觉得自己越懂 懂得比别人多 你大当经你还没有看一半 我已经看三遍了 有一个人来 你才看三遍 我看十遍了 这个就是会在哪里 比大 比小 比高 比低 这是世间法 比大 比小 比高 比低 然后要设法 要这个自我要得到肯定 这是世间法 所以叫做为学日增 那学就是世间法的那种 做学问方式的 这是越来你会越厉害 这叫为学日增 包括如果你把佛门的修行 你当作把佛法当作是佛学 有没有 你把这些佛法 本来这是全数宇宙人生的真理实相 你不是实际具体证 你却把它当作一门学问 你把佛法当作一门学问 佛学的话 那成为一个佛学家 佛学的博士 那你还是在世间法里面 除非你的贪生痴能够断除 不然的话 你增加很多 你是为学日增 你保学多闻 但是你再怎么样 不管你再增添几个博士的头衔 你内心的苦 内心的不安 还是存在 不是用世间的这些成就 能够掩盖得了内心的苦 内心的不安 那是没办法的 如果可以的话 假如说 你得了三个博士学位之后 就能够到达究竟解脱 大家只要拼命读书 拼命读书 设法弄出一个三个博士 这样就好了 但是却不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世间法那是不一样 这是有违法 有违法 而且这是会越修越厉害的 你越有那种成就 初世间法就不一样 初世间法 这是老子这里所讲的 为道日神 如果你真的是要解脱 初世间法 它刚好就是要对峙这个自我 因为自我 这个自我就是构筑梦幻世界 构筑苦海的 最重大的根本原因 那你要初世间 初世间就是说 处理这个自我 处理那个苦海 所以如果走初世间法方面的话 那是要 就是说它是来到 断除我慢的 也就是说 它是朝向 让这个自我 渐渐渐的降辅而消失的 你看这两个走向不一样 世间法是 自我是越来越厉害 世间法是这样 初世间法刚好是相反 它是要断除我们 所以这是佛陀所跟我们讲的十个节 真正走在初世间法上 那是针对那十个节 一个节一个节的解开 然后慢慢的来到 无我的境界 无我的话 你就会来到无师 这是后面老子所讲的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这个自我 它是在中心 然后它用 石道 用石道 很高 很牢固的墙 然后把自己 巩固在里面 包围在里面 这就是佛陀所讲那十个节 那一般世间法 是这样 它就是要加强 那巩固那个自我 加强保护那个自我 所以它要有成就感 但是初世间法不一样 因为只要你有自我 你就是活在梦幻世界里面 你就活在苦海里面 苦海 佛教 记得 佛陀所讲 佛教所讲的苦海 就是这个自我 所构主的梦幻世界 好 当有一天你发现了 真的是这个自我 实在 构主那苦海的梦幻世界 所以你慢慢的会 来到要走出世间法 你也要苦吃很多 苦吃到有够 你才会真正要修行 你才会真正要走出世间法 这时候你会来到 真的愿意如实面对自己 然后把那些节 一个一个的去除 一个一个的去除 这就是围到日损 渐渐的让那个自我 越来越淡薄 身心越来越柔软 好 那你看到 笋之又笋 有没有 那个节 节福那些 我是我 我慢那些 渐渐的减少 笋之又笋 到后来 五上分解 全部都消失 都去除掉 你会来到 自我消失 来到 无我的世界 这就是老子所讲的 笋之又笋 以至于无为 记得 那个无为 就是来到 无我的境界 那你看 一般对这个无为 实在不太容易了解 有说无为 那就什么都不做 一个成道 一个解脱的人 这样变成 对这世间都没有意义 他就什么都不做 一天吃饭 在那变成米糖 那是完全都是错节 不知道什么叫做无为的生意 众生用那个二元 对立的那一种思想 你用二度空间的那一种思考 你来考 来想象那个无限空间的 那种境界 那是没办法体会的 所以说 你看老子就讲说 为道日所人 笋之又所人 以至于无为 当我慢断尽自我消失之后 你会来到无我无私的境界 所以 很重要这一句话 后面这一句话 无为而无不为 一个真正体悟到无为境界的人 他能够无不为 无不为不是无所不为 不要体会错误 不要好像说这变成无不为 那变成为悔作呆 不是这样 无为而无不为 这无为大家比较不容易了解 那你把它注解上去 就是说无为事上就是来到无我无私的境界 一个人 一个人 你真的来到无我无私的话 那你就能够无不为 也能够成就大事业 因为你做事情 你不是从这个小我出发 不是从这个自私自利去考量 你是来到无我的境界 所以叫做无为而无不为 好 再来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取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你看这里讲的取天下 你不要以为说 像国王 帝王 将军 然后去争夺豪躲天下 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取天下是讲说要色化天下 你要色化天下 真正要得民心 或是要对众生有所益助的话 取天下常以无事 也就是说 你真的无我无私的话 你才能真正色化天下 及其有事 如果你是用你的自巧 那个技巧 用你的四字变充那些 用那个自我或是用武力 你要去征服天下的话 老子就讲了 不足以取天下 你这是得不到的 那你看 前面讲取天下常以无事 就是说你真正要色化这个天下 你是不可以用武力的 你用武力绝对办不到 真正 你看那些帝王 包括说中国上的 历史上的 不管你在怎么伟大帝王 你的影响早就过去了 但是你看 真正用无为 无我无私在影响这世间 你看他这几个人 佛陀 老子 耶稣 你看 他们那一种 无我无私的那一种精神 那你看 两三千年后 人类还是 对他们这么样的尊敬 人类受他们的影响 还是这么的深远 他们的精神 还是默默的在色化这世间 在提升人类的心灵品质 有没有 这就是取天下常以无事 那无事就是无我无私 好 那这个我们在这一节 微雪之意 微道日损 我们这个再做一个比喻 我们就借刚才这张图来看 这个太极图的含义很深 大家要慢慢去体会 你看众生 现在假设 事实上 道不是这么小小的框框 是我们为了说明起见 所以才把它画这样 你看所有这些万事万物的种源头 来自道 万事万物 不管日月星辰 它一定是包含在空里面 这样知道吧 因为现在是讲老子的道德经 所以我们要写道 讲佛教的时候我们就要写空 你看一般众生 我们讲说颠倒梦想 背道而词 上次有跟大家讲说背道而词 这个大家要去体会 一般人 一般众生是背道而词 也就是说道是在这里 但是众生都离开了这个 不知道道是什么 然后一直向外去找 向外去找 结果你到处去找 那你看 其出迷远 其之迷少 你越向外去找 你越不知道道在哪里 那你看 所以一般众生是这样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所以反而是离道越远 这样知道吧 那你要解脱的话 刚好你的走向要跟众生 你是要跟众生背道而词 知道吗 众生是跟道相反背道而词 那你要回到这个道 你是要跟众生背道而词 这样你才能够回到这个道 你才能够来到 以道合一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老子所讲 为学日增 但是为道日增 所以你看 一般众生思维的角度 是越来越想越成就 然后你看 你是离道越远 如果你真的要解脱的话 那也是 世间反其道而行 才能够回到这个道 所以讲到这里 也跟大家勉励一下 就是说 你真的要迈向究竟解脱的话 你真的要走出世间法的话 你的世间思维一定要大死一番 一定要大死一番 如果你没有大死一番的话 没有180度的大扭转的话 你没办法来到道 如果你凭着过去的那一种观念 要去找善知识 要去衡量一个善知识的话 你绝对找不到解脱者 因为你会用你过去那一种 知见常识来判断 用那种知识常识判断 你找不到解脱者 你也找不到道 这样子 所以真的 你看 所以老子给我们的观念 都是180度的震撼教育 知道吗 佛陀讲那个很深的那些 都是180度的震撼教育 这样让你的观念 才会整个扭转过来 因为刚好我们透过这个 让大家去就可以了解 你要放下你过去的那种 世间思维的角度 你才有办法找到道 我们现在请大家看49章 49章这里是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为心 善者无善知 不善者无益善知 得善 信者无信之 不信者无益信之 得信 圣人在天下 细细焉 为天下魂其心 百姓皆住其耳目 圣人皆孩子 这里我们来看看 圣人无常心 就是说那些解脱者 他们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成见 他们没有那些成见 也没有那种自私自利的那些 他也没有预设立场 这个无常心 就是说包括没有成见 没有预设立场 以百姓为心 他的起心动念 是恋恋为天下长生 以百姓为心 无我无私 善者无善知 对我好的人 我一样善待他 不善者无益善知 对我不好的人 我还是一样善待他 并不会说你对我不好 我就以牙反牙 不会这样 所以不论对我好或不好 我都对你好 善待一切众生 信者无信之 你信任我的人 我信任你 就算你不信任我的人 你怀疑我 质疑我的人 我还是一样信任你 得信 那为什么不信任我的人 我一样信任你 因为我知道 你还在颠倒梦想的世界 一样 但是你还是会改变 你还是会成长 还是会变化 为什么说不善的人 无益善待之 因为你还是有可能改变 今天你对我不善 那是因为你的误解 你的因缘是这样 那有可能因缘改变之后 然后你就会善待之 你就会改变 就像说 我忘了 罗马有一位 叫圣彼得还是谁 他就是成 这个名字我 确切名字我忘了 他就是曾经是 罗马的一位 像是宰相这样 像总理大臣 他是长有大权的人 那时候基督教 还不是他们的国教 他们那时候是很排斥 还是很排斥基督教 所以才有那个暴君昏城 还有那个 让那些宗教信徒 把他们丢入 那个罗马竞技场里面 让那些狮子来吃 有没有 这个宗教历史上 是有这样的 所以那个他 这位不晓得是 叫圣彼得还是谁 然后他最初 他是对基督教 非常破坏 百般是法 要把他去除出去 但是他就是看到 不管我再怎么残害你们 你们这些还是一样 前仆后继 所以让他后来 他发现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不怕死 为什么你们会这样一种 训道精神 让他大为震撼 真的提到悟道的人 他是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但是他不是那种 为个人为我这些 不是 所以他就这样 让那些宗教劣势 让圣彼得 现在假设这个人是圣彼得 让他 很震撼 到后来 他慢慢地打开心胸 去了解去接受 才发现到 自己很多错误的观念 所以后来 他从最初的一个破坏者 改变成后来 是大大的护法 知道吗 所以才被列入圣彼得大教堂 就是圣保罗还是圣彼得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说 不管你对我好或是不好 我都善待你 不管你对我信任不信任 我都善待你 因为对解脱者而言 他是超越二元对立的 超越二元对立 一般人 你是这样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就对你不好 这是二元对立 那永远没有人没了 好 再来 圣人在天下 细细言 为天下魂其心 百姓皆助其耳目 圣人皆嗨之 就是说 这种解脱者 他在这个天下 也就是在这世间 他在这世间 他展现出来的 为众生 为天下 为天下魂其心 这个魂 你看 这个魂 它是一种魂浮 魂厚 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 一般众生 对这个 是非好坏对错 都认为说 自己能够分辨得很清楚 而且那种二元对立都很明显 这样知道吧 那你是从自我的立场去界定 是非好坏 但是对一个解脱者来讲 而言 你认为的坏人 他未必认为他是坏人 所以你认为说 应该要远离这种人 那他未必认为 要远离他 你认为说 这个是大好人 这个是非常好的大好人 对一个解脱者来讲 未必 他的看法未必像你这样 所以一般众生是这样 符合你的意思的 你就认为就是好的 对的 善的 不符合你的意思的 你就认为是错的 那个非的 黑的 你就会排斥 那一个解脱者 他是来到超越这些二元对立 所以表面上 你看不懂 你会觉得说 奇怪 明明这是坏人 那你怎么还对他那么好 明明这种人不可理喻 你怎么还在善待他 所以你会变成 用那个自我的标准去界定他 你看不懂他的心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为天下魂其心 那个魂就是说 他不是像一般众生 那个二元对立那么明显 他是超越二元对立的 这样子 那个魂就是这样意思 所以百姓皆助其耳目 这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圣人皆孩子 一般众生对这样的一种人 大家都 那种眼光都朝向他 也就是说 他这里讲的比较像是 你政治家 或是说宗教家也是一样 他真的一个提到悟道的人 他是以平等心来善待一切众生 所以百姓对他而言 这些他都是把百姓当作就像 就像以对待自己家里的小孩子那一种心 爱心来善待一切众生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这一种 就是说 他会以爱己之心来爱护每一个人 以尊重自己之心来尊重每一个人 好 我们再看五十章 五十章的前半 这个比较不容易解释 一方面也比较不是很重要 因为这种说法很多 我们看后半的 这就是说 一个提到悟道的人 他体会到整个法界他是如此的在善待一切众生 所以他很自然的也会展现出那一种 大慈大悲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一种 慈悲之心善待一切众生 就是这里所讲的善色生 就是他是以慈悲之心善待一切众生 像这样的人因为人者无敌 所以入行不遇伺服 入君不备假兵 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了 他的灾害灾祸这些也会相对的减少 士无所投其脚 士就是说那种猛兽 你要把他当作犀牛猛兽那些也好 那些猛兽就不会 无所投其脚就不会攻击这样的人 虎无所错其爪 老虎那些凶猛的猛兽一样 不会去伤害这样的人 兵无所容其刃 这样大家都比较可以了解 夫何故为什么会这样 以其无死地 这个无死地大家好好体会 像后边的注解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 以其无死地就说 对他而言 他是超越一切的宗派宗教 超越所有的框框界限 你有框框有界限的话 框框外面的就是你的死地 这样知道吧 这样好好体会 你有个框框界限界定住的话 你要的世界你把它圈起来 那个圈外的你所不要的世界 就是你的死地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举比较具体的例子 现在假设你是以色列的 忠实的这一种百姓 所以你非常爱护自己的国家 愿为自己的国家 效劳牺牲生命都没关系 但是你这样 如果你来到巴勒斯坦的国家的话 那你的生命就很危险 就很危险 这样子好 如果说你认为说我汉洁不两立 你认为说自己是好人 好 那你把它界定划分出那个是截区的 你到那个截区 你会不会安全 你很危险 再来 好 如果说你把自己界定 我是佛教信徒 我是佛门的忠实信徒 我要为佛教 为佛法 然后要什么 喝丹如来加业 好 当你把自己界定是佛教的时候 你到天主教教堂的时候 你就会浑身不自在 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 你有那个界限 有那个框框的话 界限就是战争冲突的导火线 这个战争不一定是讲国际那个战争 武力那个战争 这个战争讲的是你内心的世界里面 他就不断的在那里矛盾 冲突 拉扯 你不会自在 所以你的界限 你的框框越多 你内心的冲突 矛盾就会越多 越大 这样知道吧 所以这里讲就是说 以其无死地 就是说 因为他是来到了超越所有的二元对立 超越所有的宗派 宗教 事实上真理的存在 也是一定是超越所有的宗派 宗教的 太阳不会因为你是某个宗某个派 他才对你特别好 天 地 太阳 大地 流水 空气 他都是平等心的善待一切众生 所以一个真正提到悟道的人 他一定是来到超越二元对立的世界的 融入一体的世界 我们再看五十一章 五十一章 道生之 德序之 物行之 事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 德之贵 夫莫之病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 德序之 长之欲之 庭之 独之 养之 富之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宰 事为玄德 这里还是一样都在全数 那个道的特征 所有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 包括所有的这些动物植物 都是在受整个道的这一种影响 而且等于说都是在道的孕育之下化生出来 所以道生之 德序之 物行之 事成之 今天晚上我们发生片也会播放这方面 让大家来参考 我们用那现代创世纪方面来让大家再看一下 然后后面我们再逐步来让大家更具体的体会道的重要 所以道生之 德序之 空能够生妙游 然后你因为有这个道 有得天地 它就是有那种好生之德 让众生让万物慢慢的不断的这样生生不息 物行之 物行之 这个物包括说就像地水火风 有了太阳系 有了地水火风之后 这些物形成了 然后行之 你的这个众生 植物 动物 就会慢慢的孕育出来 事成之 这个事就是各种的因缘 各种因缘 就是佛教所讲的缘起 各种因缘具足之后就会形成 各种因缘形成这些万事万物的人事物的这些种种现象 而一切众生各种因缘也是会相辅相成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所以一切的万物都是因为来自于道 所以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 德之贵 夫莫之病 而常自然 这句话又蛮重要 你看 道之尊 德之贵 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 那这个就是整个法界大自然 它的自然运作 莫之病 而常自然 没有任何人能够主宰它 没有任何人能够命令它 那也不需要你去命令 整个法界大自然它就是自然的在运转 生住易命 成住坏空 不管你修行境界再怎么高 你没办法用自我 用我慢 去命令这个大自然要怎么运转 那是不可能的 不管你修行境界再怎么高 你不能够说 太阳 你不可以下山 不可以有晚上来 不可以有黑夜 你再怎么命令 你只是显现你的物资 那你也不需要说 太阳 你等一下现在是十二点 你六个小时之后 你就一定要日落 一定要下山 真的六个小时之后下去了 那你就可以跟一些众生讲说 你看我这么厉害 我命令他六个小时之后下山 他就一定要下山 他不敢不下山 你可以欺骗那些无知的众生 事实上法界 他就是法如是在运转 你不需要你的命令 他就自然在运转 这就是伏莫之病而长自然 再来 故到生之 得序之 长之 欲之 停之 读之 养之 负之 也就是说当这个万事万物 他来自于空之后 那这些现象界的一切 他是长之 序之 停之 读之 养之 负之 这是一个形容 事实上用佛教这个名词 大家就比较能了解 现象界这些 他都是不断的 生 生 妹 妹 生 住 义 妹 成 住 坏 空 不断地这样变化 所以我们讲说 那个生 妹 变 义 就是这些 再来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在 是为玄德 这个前面好像有重悟过了 那你看 但是这几句话 你真的 不要把这个道 当作一门学问 然后在那里 咬文脚字 在那里钻研 不要以为说 这个太前 这个很深 你要好好去体会 如果这几句 你真的能够体会到 而能够展现出来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解脱者 你能不能有这种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宰的 这种无我无私的胸襟 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 这就是佛陀或是老子 他们所赞叹的这种玄德 最深 最玄的品德 无我无私的这种精神 好 再请大家看五十二章 好 五十二章这里是 天下有始已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已知其子 既知其子 父守其母 陌生不待 赛其对 避其门 终生不勤 开其对 祭其事 终生不救 见晓约明 手柔约强 用其光 赴归其名 无疑身殃 是为习常 这个都很深 佛陀 我们上次一开始 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就是说 佛陀老子耶稣 他们所全数重点不同的地方 着重的重点不同在哪里 有跟大家讲过 佛陀是比较重视在现象界的这些生生妹妹 告诉众生 他的实相就是无常 缘起 让众生了解这些实相 你才不会去抓取 才不会去连找 那你不抓取不连找 你才会放下 你才会比较有距离的来看清这些万事万物的真貌 所以佛陀是比较重视在现象界的这些解析 那老子呢 他是比较重视这个道的解析 佛陀是把这方面归纳为 这是虐磐界 虐磐治 所以佛陀就讲说 要先知法柱治 后知虐磐治 那老子是这样 反正我讲出来吗 你看到就看 看不到也没得到 你看不到你要命我 要命我身上我已经 连不知道去到哪里了 所以老子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 天下有始 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天下 用大家可以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太阳系 这个太阳系 这个天地附魔太阳系 他是有个开始的 他是有个源头的 这个源头也就是道 以为天下母 那个开始就是道 而这个道就是 这些日月星辰三合大地 众生的源头 以为天下母 这样子 记得其母以知其子 如果你能够体会到道的重要 这个宇宙本体 这个空的奥妙的重要 记得其母 以知其子 你又能够知道万事万物 现象界这些呢 一方面 了悟无常生命变化 了悟缘起 了悟这些 现象界这些 都是来自于道 来自于这个源头 所以 你这个就变成 这是一种体道悟道 所以这时候你 既知其子 父守其母 你既 又知道 又能够知道 这就是佛陀所讲的 先知法助治 你能够知道万事万物 现象界的这些生命变化 缘起 缘起甚深 所以你不抓 知道它是怎么来 然后父守其母 你又能够心与空相应 回到这个道 这样知道吗 既知其子 父守其母 这个有点像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 心与空相应 外向随顺缘起 心与空相应 就是父守其母 这样知道吧 既知其子 因为你了悟现象界 这些生生妹妹缘起 所以你能够来到 外向随顺缘起 但是你的心 会父守其母 你的心会与空相应 与道相应 像你能够来到这种境界 真的能够提到悟道 而稳定的话 莫生不待 因为你会融入 不生不死的法界 你提到悟道 而行道 你与道合一 这才是真正的得道 得道之人 是莫生不待 生死对他而言 那是世间界定的名词 对一个真正提到悟道 的人而言 他是来到不生不死的世界 这个我们在用黑板的 这个来跟大家解析 天下游死 就是这个道 现在我们 不是用刚才 这是一般众生的心态 现在讲的是万事万物的这些 这个道 也就是空 空能够生妙游 一切的日月星辰 我们晚上放那边 也会再把这个再带过 让大家来看 道你看 他是所有万事万物的 一个总源头 所以你能够 既知其子 父知其母 你能够知道 现象这些 他是怎么来的 而且你 不会忘了 他的根本 你也清楚知道 他是从哪里来 再来 你又了解 现象界这些 他是不断的生生妹妹 不断的变化 所以你不会 迷子在这些 现象界上面 你不会成为 天涯流浪人 都是要抓 抓到死的感觉 但是你能够外向 随顺缘起 但是你的心 与空相应 这样子 所以说 这里的解释 就是 天下游死 以为天下母 所有现象界这些 它的总源头 就是在来自道 既得其母 以知其子 你能够 体会到这个道 的重要 所以你的心 会与空相应 所以说 既知其子 父守其母 陌生不待 你就能够 掌握到这个源头 掌握到心与空相应 然后你外向 又能够随身缘起 不是消极被关 好 不会消极被关的 所以你就能够来到 那个不生不死的世界 再来 也就 佛陀所讲的 虐盘界 塞其对 避其门 终生不勤 塞其对 避其门 就是佛陀所讲的 那种守护六根 你能够守护六根 不到处去盘圆 那这样的话 终生不勤 也就是说 你的生命 就能够活得 更 你会成为一个 生龙活虎 生龙活虎 过一生 你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活起来 终生不勤 开其对 祭其是 终生不救 终生不救 如果一个人 不知守护六根 然后到处去攀圆 像这样的话 你 因为你不知道 虐盘界的家在哪里 那你也不知道 依归何处 所以你就到处去攀圆 然后把身心弄得很疲惫 然后就变成会 就是在那里痛苦 痛苦 烦恼不安 这叫开其对 祭其是终生不救 见小 约明 手柔 约强 见小 就是说 你能够从 最微小的地方 也就是说 你能够从眼前 最平凡 最平实 最平淡的地方 见到 最深奥 最伟大 最玄妙 这叫见小 这样知道吧 你能够在一花 看到一世界 一夜 一如来 这个都是见小的意思 三法印 就在眼前 处处都呈现了 你能不能在眼前的人事 现象界这些 人事物 或是一花一草 一木里面 去体悟到三法印呢 如果你真的能够看到的话 那你就能够 见到法 能够体悟到道 这就是把五名 转为明了 这叫见小约明 因为道是无所不在 法印是无所不在 你如果从眼前的这些 你找不到 那你要到哪里找 这叫见小约明 手柔约强 那一个真正提到 悟到的人 他身心是很柔软的 他是慈悲善待一切众生 他不会逞强 没有我慢 所以他展现出来的是三妙形 身心柔软 手柔 而且他又心与空相应 这个空 他是没有界限 没有阻碍 所以就是那么的柔 手柔约强 那像这种人 他却是展现出那种道骨 知道不 他是很有道骨的 所以他是身心很柔软 但是他却是很有道骨的 手柔约强 所以在阿安静里面 佛陀一样有提到 阿罗汉讲经说法的原则 一定有他说法的原则 也有他不说的原则 用其光 复归其名 无以身殃 是为其常 用其光 你看 我们众生是这样 我们众生 好 众生 你看 太阳 不只提供给我们光明 而且提供给我们生命的能源 那你看 你用 我们现在白天的时候 你不用点灯 事实上你不用点灯 你就是在用太阳的光 这样你知道吗 知道吗 我们是善用利用太阳的光 我们才可以不用点灯 我们就是用太阳的光 还有太阳的能源 又是普照大地 让这个大地能够这样生长着 你才能够种花 你才能够种菜 你才能够种种成就这样 但是一般众生是这样 你用这个光 还有用这个能源 然后你就认为我是我能 你却看不到 背后这个恩的重要 你却很少去感恩 这里就是跟我们讲 你要怎么样 用其光 富归其名 你除了善用太阳的这些功德 恩事以外 你还要能够来到看到这个主体 看到这整个太阳 对我们众生的重要 恩事 你才会感恩 如果你看不到这个背后的这些的话 你会展现出我慢 你看我这么行 我能够品种改良 我能够种出这么大的花朵出来 你看我多么行 然后你用这些去赚钱 显现我能 然后你却没有看到后面的整个法界提供的恩事 这样知道吧 这就是说你要用其光 然后你要富归其名 这样的话你无以身扬 因为你又能够知恩感恩 四位喜场 这样你才算叫做你真正体悟到道 体到悟到而行到 好 休息